当然这个武器 后来很多专家说 它有缺点 什么缺点 谁射谁完蛋 这话怎么说 因为它射程只有四公里 单兵 看到状况来不及的时候 先射一颗 然后等后面援军来 但是它的核污染扩散 这个射的这三个人 绝对跑不掉 因为它有爆炸 它至少会有一定的当量 它差不多10吨到20吨的 TNT的威力还是很大 除了这些士兵 马上进入很坚固的 什么掩体里面 不然小命不保 但是也有一种说法 说用飞机丢 丢了跑 但低当量 不管是用无后桌陵炮 射出去还是用飞机丢 但是都没有用到 这个武器后来到了大概 等于到70、80年代的时候 就发现它并不好 有一些缺点 所以在70年代 将近80年代的时候 美国大概又有更多的 先进武器出来了 尤其是飞弹 当时飞弹不多 后来飞弹都可以携带核武器 那就把这种核武器就淘汰了 淘汰了 现在有没有替代的 不知道 但低当量核武器 俄罗斯一定有 美国一定也有 对不对 大家都有 都有 那新潮不宣 那不机密嘛 不可能告诉你 好 那铤而走险 我们刚刚讲普京的第一步 会不会这样做 扩大战场 对不对 如果你们今天 这个乌军 或北约 打到这四个区 我就用了 当然 这个是扩大战场 第一个 它铤而走险 对中国的影响 巨大 中国一带一路 在这些年的经营 真的要打水漂 这是重要的一部分 一带一路 从中国出来 进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乌克兰 波兰 德国 然后法国 英国 什么这样过去 这一带一路 这十几年来 努力 默默耕耘 投的人力 物力 财力 有多少 不计其数 今天此时此刻 停止冲突 那对中国一带一路 已经产生影响 对不对 因为中国在乌克兰 有大量的农业投资 这个中粮集团 什么都在那边 都有 都有投资 这个葵花油 什么卖到中国的数量 非常多 为什么来的 那中粮投资的 对不对 但人家把这些东西 销毁中国 那更不要说 这个一带一路的 这个中欧班列 有影响 有地缘政治的纷乱 都有影响 好 那如果 在发生 大规模的冲突 扩大了 那你这个一带一路 什么时候恢复 何年何月 都不知道 好 所以这第一个 铤而走险 对中国一带一路来讲 是致命的伤害 至少 打掉重来了 真的几乎要打掉重来 前端的就断了 你后面全部要重来了 乱了 可能要走南线 走中亚 经过比如说巴基斯坦 进入阿富汗 然后再往伊朗 再往上走土耳其 走巴尔干半岛 这个全部要重来了 这个要花很多的时间 金钱在上面 好 那第二个我们讲 公投后的 普京啊 采取一种温和手段 为什么 第一 冬天来了 现在 如果要进行 大规模的战争啊 实际上 对俄军来讲 也是个负担 因为打了七个月 冰皮马背 平常心讲 前线的士兵啊 大家都有一点点想家了 那当然呢 家人也很思念 那这时候呢 你要这个 这个稍稍修兵一下 喘息一下 那最好的方法 是采取一种温和的手段 那基本上呢 这个按兵不动 按兵不动 也不必反攻 什么莱曼丢了就丢了 不必反攻 再退一点啊 那让这个西方呢 没有理由 觉得说啊 现在我们要加大援助 对不对 前前天是 前几天 德国 法国的外长 那前天吧 德国的外长 又都跑去基辅 这个美国呢 这个这边又要加码 什么11个亿 现在俄军呢 知道 在乌克兰的乌军呢 不能让他有大那种大规模重武器 比如说 那种比较先进的坦克车 更先进的战机 取得制空权 什么那种飞弹 不能让西方给啊 给了以后打起来累啊 不容易打了 所以现在呢 就是要放慢 一副就是 哎 缓和了 温和了 我共同结束了 那我在这边的军事行动呢 我就变得比较保守啊 我就守住这四区 我不动了哦 部分的俄军呢 还稍稍有一些调动 感觉到 从这个卫星啊 西方可以看到 俄军啊 哎 有一点 由攻势转成 守势 守住了 不动了 好 我们打了 有点慢了 那当然呢 气候也是一个因素 第二 让西方没有理由啊 说这时候加码 乌军就拿不到 高高尖端的这种重武器嘛 让局势呢 缓一缓 刚好他也可以 让他的这个士兵啊 修身养习一下 然后把那个 不是有部分动员的 对不对 给调教好 然后慢慢慢慢补进来 让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战斗力啊 再慢慢提升啊 开春之后 咱们再说 此时此刻 温和处理啊 这个这个对于 中国来讲 哎 这是好事 中国也希望呢 这个大家能够 哎 是不是 缓一缓啊 这个局势不能一直这样 无限制的这个 螺旋式上升嘛 到最后不是就是要 就要核战了 世界大战了 中国都要卷进去了 对不对 所以温和啊 这个应该是 对中国比较好 中国也乐见 温和处理 就到此为止啊 把这个 凡特尼已经拿了 这个 顿涅茨克 卢干斯克 赫尔松 扎波罗热 还有前面的克里米亚 那这五个 从地图上各位看得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域啊 这个区域人口够多 农业也够好 还有矿产铁矿啊 还有港口 两港 以俄罗斯来讲啊 第一 这个平白多了那么大块地 对不对啊 有多大 大概有匈牙利的国土那么大 一块地啊 这五个区啊 那第一 人口够多嘛 对不对 人口多就劳动力了 农业还不错 平原嘛 平原地球农业可以发展 那第三呢 它有矿产铁矿 亚述钢铁厂 就在这个这里啊 对不对啊 那同时呢 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跟乌克兰就代表西方啊 中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了 这缓冲区呢 就这一片土地叫缓冲区 你非但在驾 也驾在乌克兰家门口 乌克兰不这两天说 我要紧急加入北渊 好你去驾吧 无所谓 你非但在驾 也是驾在扎波罗热 的外面 对不对 那这一块 你架不了飞弹嘛 好 那当然呢 更重要 俄罗斯拿到了 一直以来 最重要的入海口 黑海的入海口 这一块亚述海 稳住了 对不对 这很重要 但他也给乌克兰留了一点了 留一点出海口 你要粮食出口 还有可以有地方走 但最好的 我在我手上 那更重要呢 北约的威胁 可以降低 又有缓冲区嘛 对不对 那在这个上面呢 这个北约的威胁会比较低一点 好 那这个就是温和处理的优点 那让自己有这个修正养习了 好 那第三种可能呢 就是要转移焦点 那如果呢 这个温和了 西方还不答应 还在源源不绝啊 给乌克兰武器 似乎准备要来个大反攻 把四个公投区啊 要给夺回来的时候 要转移焦点 这一定要快了啊 转移焦点 转移焦点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 比较温和一点的是啊 马上啊 寻求谈判 普京啊 立刻就直接明讲 我们愿意谈判 对不对 透过联合国各种不断的传达出 现在俄罗斯啊 要谈判了 对不对 愿意跟乌克兰谈判 我不要打了 我要谈了 对不对 我根本不想打 我就不相信 西方国家会觉得说 人家都要谈了 你还要打 对不对 只要普京不停的强调 我打 我要谈 不要打 到处去讲 对不对 转移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冲突升高的概率嘛 有可能 让这个四个公投区啊 我们现在讲怎么稳住啊 那当然呢 甚至呢 还释放善意 你们不是说这个石油跟天然气要有封顶架吗 那我俄罗斯啊 考虑到欧洲 冬天来了 日子不好过 对不对 虽然呢 北溪一号二号被别人搞了破坏 但是我们陆地还有管线 你们要封顶架 可以 这个今年的冬天呢 我就照你们的意思 让你们过关啊 就照你们的封顶架 没意见啊 但是呢 可能就是到明年 比如说三月 就恢复正常了啊 那到三月之前呢 我给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封顶架 就你们说了一桶油四十五块了 都好讲 大家好谈 我有善意啊 对不对 我是真的要给你们善意啊 我就不相信欧洲国家说 我们不要四十五块的 我们呢 就是要买那个美国比较贵的八十块的 对不对 那欧洲当然会说 就会动摇嘛 对不对 这个转移焦点 这是比较温和的 还有一种当然呢 同时啊 跟OPEC这些中东国家 这个因为OPEC Plus 是俄罗斯在里面的哈 所以呢 我们大家一起啊 中东这边啊 大家减产 反正减产没差 驾扬嘛 对不对 那个量少 价格上扬啊 我这边呢 就封顶架 是因为有需要吗 我想OPEC应该会支持俄罗斯 他说反正我就是 可能四个月咯 对不对 给他们一个 给欧洲 一个过冬 人道 我们俄罗斯啊 考虑到欧洲人 不能够冻死 对不对 我们同意封顶架 你看 这个欧洲人会不支持俄罗斯吗 对不对 这个普京都会想到了 不要我教他 他应该都会想到 那当然更重要 在这个地缘政治上 转移焦点 倒不一定是在 第三地发动战争 这个不是一个上策 我觉得最有的 最好的办法 就是经济 经济的转移目标 可以让整个俄乌冲突 大家就慢慢去接受了 就像2014年克里米亚 各位回想一下 当然拿克里米亚 有诸多原因了 因为当年 赫鲁晓夫执政的时候 这是在1954年的2月19号 那赫鲁晓夫心情荣心大悦 说这个乌克兰 这个共和国 已经成立了35周年 那我们苏联老大哥 要有一个赫礼 对不对 那祝赫乌克兰 这个共和国 这个独立35周年 那我们就把克里米亚 送给乌克兰 这个听起来够大气的 送个乌克兰 送个克里米亚 给乌克兰 克里米亚多棒 黑海当中的眼泪 它的地理位置 多重要 送了 但有些人说 这个怎么送 送了半天 还是你们家 就左口袋给右口袋 因为当时苏联 对不对 这个乌克兰也是属于苏联的 只是以前挂在俄罗斯的名下 现在挂在乌克兰的名下 在理论上都是苏联的 对不对 所以赫鲁晓夫呢 做了一个秀才人情 当然呢 克里米亚呢 在那个上面 他就认为啊 他是 原来是属于俄罗斯的 那后来现在 因为赫鲁晓夫 在1954年呢 把他给送给乌克兰了 那当时没办法嘛 苏联嘛 好了 到了这个91年呢 苏联瓦解 苏联瓦解之后 克里米亚说 好了 那现在呢 大哥不在了 我啊 要独立了 所以在1992年呢 克里米亚宣布独立 说 我不是你们送来送去礼物啊 那我现在独立了 要独立 那当然呢 当时啊 因为整个环境是很乱嘛 他是跟克里米亚协商 说你还是跟着乌克兰走 那跟乌克兰协商 俄罗斯就跟乌克兰协商 那克里米亚还是归你 但是呢 我黑海舰队跟你租港口 对不对 我以前都在这 我现在撤不了 而且我没地方去啊 没有别的地方 可以当军港 就只有黑海 克里米亚这个地方 好不好 那你让我这个黑海舰队 就留在这里 黑海造船厂什么都归你啊 克里米亚归你 所以在1992年呢 这个俄罗斯啊 跟乌克兰呢 就签了一个俄乌友好同盟条约 把克里米亚的归属呢 当时就归乌克兰 虽然他独立哦 但是他是一个自治国 就是自治区啊 那我俄罗斯啊不插手 但后来知道 在这个上面呢 俄乌关系交恶之后 在2018年 2014年 2014年 后来乌 这个俄罗斯啊 支持克里米亚 攻投嘛 就演变成 克里米亚 就回到俄罗斯的怀抱 那今天呢 世界局势的变化 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 当然我们是乐观其成是 走上一种温和解决的手段 大家坐上谈判桌 不要让最后要用 战争来解决问题 战争往往是人类啊 解决问题的 经常使用的方法 也是最不好的一种方法 非常的残忍 这个最终呢 悲剧一定比喜剧多 所以我们希望呢 这个不管俄罗斯的普京 美国总统拜登 还有这个乌克兰的哲联斯基 他们真的要有智慧 坐上谈判桌 把现在存在的这个 这个大问题啊 去想办法解决掉 好吗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谢谢各位支持 距离12万 就差你一个订阅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快点订阅下去 我们呢 冲破12万 炒20万 努力迈进 好吗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就明天 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 拜拜 拜拜